话说最近呢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有一位叫做戴建业的教授是火了 很多同学都在打听 这戴教授的课啥时候有啊 我们也想去听听 说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这个好奇心 都被我来给勾起来了 说这戴教授讲课的风格 到底是什么样呢 这样呢咱们先来听一段 有请戴教授 戴安明是个特别有幽默感的诗人 他第一句写得特别隆重 众斗蓝三笑 你以为他众得蛮好 普通话虽然不那么的标准 但这种风趣幽默的风格 确实挺吸引人 还没看够呢 特别那句做得个鬼 是吧 这究竟怎么个风趣法呢 咱们来听听戴教授是如何讲述 唐代著名诗人 袁枕的这首《黎丝》吧 对我们都知道啊 黎丝呢是袁枕为了纪念 他去世的妻子伪从座的啊 特别是这一句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简直就是流传千古的情诗名句啊 但是戴教授很显然有着不同的讲义 一排一排的漂亮的姑娘 我们真的不太远 为什么 半远心霸 半远心霸 一八十五到七干五的道德品质 一八十五到表刀的女生 你知道吗 这个混蛋 所有半个月就给别人谈恋爱了 看见了吧 怪不得大家伙 在听戴教授讲课的时候 这个兴趣盎然啊 原来说这个老先生 不光是在讲诗 也在大谈古人的趣味啊 此时你这说法也不那么的准确 应该是帮学生们 更立体的了解创作者 也对 有不少网友呢都表示 我上学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么有趣的语文老师 估计我会爱上语文 那么对于自己的走红啊 戴老师说啊 真的就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自己是南方人 这普通话说的不怎么标准 但是呢 对于大伙来说 他略带地方口音的讲课效果 然而反而成了 最有特点的标志 特别逗 其实对于听众们来说 戴老师上课最吸引人的地方 是他的真诚啊 有网友认为 他的课呢 重现了古代诗歌的现场感 也不装腔作势啊 不居于高临下 所以特别受欢迎 戴老师说了 我们的大学生呢 能够感受到 什么是古典诗歌 美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教学 最基本的初衷 也是目的 我呢 尽可能地重现诗歌的现场感 来吧 最后呢 再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戴老师的讲课名句啊 果然是妙语频出啊 比如这句 那个鬼汪伦走了狗屎运了啊 李白的一首诗 让他流传千古 后代人谁都知道 唐丑有个农民叫汪伦了 还有这句啊 这个唐草每个诗人 都自我感觉良好 都很牛 连都府那个老四巴交的一个人 都牛得很 以前呢 我以为他写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是夸别人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夸自己呢 类似的金句呢 还有好多好多啊 大家伙感兴趣的 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 没错啊 都看